在我2013年毕业回到故乡昆明之后 我试图做一组和这个城市相关的作品 而在我考察史料的时候 我意外地发现了一本 叫做云南省城六河图说的地图集 它是由清朝时候的一位水利官员 叫黄世杰的人 他所绘制的一本 带着文字和地图的这样一本集子 在其中他就详细地考察了 流经云南省城昆明的六条最大的河流 他详细地描绘了它的主流和支流 他所灌溉的这个区域 由此我就引发了我的一些兴趣 让我去考察 到底在这个时空面前当中 有哪些是在改变的 有哪些是没有改变的 这个在不断变化着的城市 它到底包含着怎么样的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由此我就开始了在这组作品当中的探紧 事实上流经昏明最大的这条河流 盘龙江也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 因为在小学的时候 我就一直试图骑车去寻找它的源头 但是一直未果 那么我就一直在想 它的源头究竟在何方 于是当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 我也同样骑上了自行车 往它的上游 往它的下游 往它的各个河段去骑 在其间我看到了在时间当中 生长和变形的这个 盘龙江两岸的安树的树叶 我看到了盘龙江边的长崇山上 那是两亿七千万年前的这个成绩岩 我看到了我和我的高中同学 一直挖化石的这个寒武系的岩层 那甚至是在五亿三千万年前 寒武系生命大爆发时候 就已经形成的这个岩层 也就是说在五亿三千万年前 这里既没有山也没有河 而是一片阳光能够穿透的前海 以三叶形虫为代表的这个 解枝动物就在这里繁衍深袭 我游荡在盘龙江的边上 我碰到了同样在此出现的人 他们可能是居住于此的居民 也可能是偶然在此出现的游客 但是我们的时间和空间的线索 就在这里交织成了一个点 而在这样的交汇当中 我对这条河流进行了重新改变 最后就做出了这样一本 我认为和我的作品是百分之百贴合的书本 而甚至我也觉得 它就是我这一组作品的最佳的呈现方式 这个呈现方式不是展览 也不是在网站上的电子文件 而就是这样一本可以捧在手中 可以拉开 可以合上 可以一页一页地慢慢地翻阅的 纸质的书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